武漢肺炎來勢汹汹 現在每個人都非常的注重防疫工作 所以現在呢 不管在車站、飯店 還是在大馬路上 所有人都像這樣子戴起了口罩 但大家的戴法都正確嗎 就是把這邊捏起來 然後拉好 拉上去之後 把它往上拉 就壓緊 就到這邊啊 再壓緊 隨機抽烤 怎麼戴口罩 大部分民眾都知道 得壓緊鐵條 並拉到下巴 才是正確做法 但口罩又該怎麼脫呢 這些通通都是錯誤答案 因為口罩怎麼脫 和怎麼丟棄 其實有學問 取下之後呢 把這個口罩丟到 可能是夾電袋內 或是塑膠袋內 那盡量不要碰到 口罩外圍 那個有色的那一層 因為內層可能有一些病毒或是細菌 記起來了嗎 用雙手拉著鬆緊帶取下來 手部切記不能碰觸口罩內外層 再把口罩丟到塑膠袋中綁緊後 才能丟進垃圾桶 而且也不能亂放 有個統計 這個病毒其實離開這個人體的話 事實上停留2到3個小時 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23小時內 如果你還是有去摸到這個桌面 或是說這個滑鼠的話 基本上你還是會被傳染 不只穿脫要留意市面上口罩五花八門 藥房病毒也得挑對款式 像是一般外科口罩就能過濾細菌和飛沫傳染 適合一般民眾使用 抗菌效果更強的N95 則適合第一線醫療人員使用 至於棉部活性炭以及海綿口罩 則通通無法隔絕細菌 武漢肺炎快速蔓延 戴口罩也得用對方法 才能有效達到防疫目標 三日圈華大福州卡查北報道